正见广播 少年时空 少年朋友好 我是纯子姐姐 见微知著 独始之中 这个成语 我想少年朋友 应该都听说过 也都知道 他的含义是指 见到事情的苗头 就能知道 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啊 看到事情的开始 就能知道 事情的最终结果 看到事情的表象 就能探知 事情的内在本质 所以人们才会说 一面小小的镜子 可以映照出 一个人的仪容和形象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 可以折射出这个人的素养和内心 下面就请少年朋友 随着纯子姐姐去听两则小故事 或许这故事可以让你从中领悟 如何去辨识善恶好坏 明察事物的内在本质 明智大学毕业后 留在了省城工作 一天 明智和一个朋友去吃饭 恰好他的爸爸这时来看他 于是他就把爸爸也接了过来一起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 他的爸爸一直静静地听着他们俩聊天 吃完饭后 在回家的路上 爸爸对明智说 你这个朋友不可深交 明智听后感到十分不解 因为他这个朋友 是他在做生意时认识的 曾合作过好几次 印象一直不错 爸爸借明智疑惑不解 就告诉他说 从你这个朋友吃东西的样子 我基本可以估摸出 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夹菜有个习惯性动作 总是用筷子 把盘子底部的菜翻上来 划了几下再夹起 对喜欢吃的菜 更是反反复复的反 明智听后不以为然地说 这只是每个人从小养成的习惯 并不代表什么 我们不能这样苛求 爸爸听后摇了摇头说 如果一个生活窘迫的人 面对美味佳肴 吃相不雅可以理解 可你这位朋友本是生意之人 物质生活并不困苦 如此吃相 只能说明他是个自私狭隘的人 面对一盘菜 他都能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用筷子在盘子里翻来覆去地炒 只想着自己 可想而知 如果面对利益的诱惑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去占为己有 接着明智爸爸讲起了他小时候的故事 原来啊 明智爸爸五岁时爷爷就去世了 孤儿寡母的日子常常积不果腹 有时去亲戚家做客 奶奶都会反复叮嘱 儿啊 吃饭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吃相 不能独自霸占自己喜欢吃的菜 奶奶的话爸爸一直铭记于心 所以即使面对满桌美味佳肴 常常鸡肠碌碌的他也不会失态 爸爸意味深长地说 不要小瞧一双筷子 一个小的细节可以看出拿筷子者的修养和人品 王安石从奇品识人品 宋朝名相王安石喜欢下棋 他做宰相时家里养着几个下棋人 王安石忙完每天的公务之后 回到家里常常和这几个人下棋 谁如果赢了王安石一盘棋 王安石就会赏他十两银子 有一天王安石在院子里和一个人下棋 激战正酣时 下手送来一打公文要王安石处理 对手见王安石低头披护公文 以为他不会注意棋局 就迅速偷换了一个棋子 不料这个小动作 却被王安石看得一清二楚 王安石批完公文后 什么也没说继续下棋 最终对手赢了这盘棋 那人回到自己的住处 心中十分欢喜 在等着王安石的奖励 第二天 王安石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些银子和物品 并请他离开 后来王安石把儿子叫到身边 谈起那次下棋的事 他说 那个人偷换棋子 让我输了一盘棋 输一盘棋倒无所谓 但是偷换棋子的手段是卑鄙的 由此可见 他的棋品很差 棋品即人品 所以由他的棋品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人品低下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可深交的 所以我请他离开了 亲爱的少年朋友 其实啊 在现实的生活中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用心去体悟 都能见微知著 毒史之中 比如中共邪党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不但体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 招致天怒人怨 也注定了中共邪党的灭亡 纵观中共邪党的发家史 我们不难看出 中共邪党本来就是希莱的幽灵 而且自中共窃取政权建政以来 不但崇尚暴力遵行假恶斗 还不断发动政治运动 害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 素反 三反 五反 反右 大跃进 文革 六四 迫害法轮功 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 成为了中共虐杀的对象 特别是1999年7月 中共邪党以莫须有的罪名 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开始的长达23年 至今还在持续的残酷迫害 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共邪党 反天 反地 反人类的邪恶本质 它不但制造假新闻 污蔑法轮功 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 同时还残酷迫害 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 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 贩卖牟利 造成整个社会是非颠倒 法律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社会道德沦丧急速下滑 中共邪党犯下的这些罪行 不但被国际社会称为 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也让具有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 洪水 地震 干旱 瘟疫等各种天灾 连绵不断 而且这一切也都预示了 中共未来可怕的结果 少年朋友你可知道 早在2002年6月 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那块 距今两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 其崩裂的巨石断面上 那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王 就已经在向人们昭示着 中共必亡的天意 2004年底 《九评共产党》一书的发表 更是在中国大陆掀起了持续至今 近18年的 退出中共邪党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 迄今为止已有超过4亿人 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与少先队等附属组织 这一和平解体中共邪党的运动 早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香港法轮大法发言人 简红章先生 曾在当地集会中发言说 三退不是政治运动 而是呼吁每个人对善与恶 正与邪做出正确选择的精神觉醒运动 他说 善的力量是宏大的 只有归善的生命 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如今来自西方的共产邪恶主义 作为一种邪说 在霍乱了人间一百多年后 不但已遭到全世界的唾弃 而且也走入了最后的末路 今年八月起 庆祝四亿中国人摆脱共产邪灵的精神枷锁 获得新生的集会及游行活动 已在纽约、悉尼、爱尔兰、韩国、温哥华等数十个国家城市举办 中共邪党对政信的迫害 已注定了他走向灭亡的结果 或许少年朋友 你可能会问 既然上天已经注定了中共邪党的灭亡 那上天为什么不直接制止迫害 为何还要让人上网声明退党退团退队呢 这不是在走形式吗 其实啊 这个问题 语出埃及记忆中 神不直接救走以色列人 却要他们以洋血图门框做记号很相似 那么上天为什么在解救他的子民时 还要人做记号 还要走这个形式呢 其实啊 这不仅是在考验人是否相信上天 是否真心实意的三退 也是因为当初人们对着血旗发过毒誓 亲口说要把生命贡献给共产邪党 所以啊 只有采取公开的形式 有行为的表示 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 上天把这个选择权 给予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自己选择的行为 见证着我们归善的态度 公开声明三退 是顺应天意 可不是在走形式 而是在给我们自己开创光明的未来 好了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听歌曲 快醒来 愿少年朋友在歌声的感召下 快快醒来 理性地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党团队组织 为自己的未来 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诗人啊 快醒来 觉着下诗破落花一开 声声轮回苦海无患 诗破落千尔请轟 love you 诗佛慈悲救中生 诗人啊快醒来 世人啊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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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世地发传向你时来 旧世地发传向你时来 世人啊快醒来 名利清朝圣烦恼千长 一顾天书解弥陀 世人啊快醒来 真相抚音一洒波四海 凡法法好 真相远好 凡本归着天路开 世人啊快醒来 法庄人间大意在眼前 人情归正 传统复兴 心与开启凡家园 人情归正 传统复兴 心与开启凡家园 少年朋友 今天的正见广播少年时空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